准备了插网,买了一堆好吃的 今天去我们这边大山里的网红打卡地 带大家去看看好山好水好风景 沿途一路的风光也是美不胜收 经过一路颠簸终于到达目的地 先带你们看看这的风景吧 这满树一串串的果子是什么植物 你们有知道的,在毗邻区告诉我要 还有这漂亮的小花 和蝴蝶 我们先给老人和孩子们摆好了小桌马扎 先吃块西瓜,解解薯 接着呢,我们发现一只蝉蝠 有的地方管这个叫赖哥宝 不知道你们那里都管它叫什么 它还挺专注的 我都走到它身边了,它还不动 估计是知道我不敢抓它吧 看着一个红色的果子 老人说这个蛇喜欢吃 不知道是不是 坐在凉凉的溪流里吃着一口西瓜 原来幸福这么简单 一定要带几块回去哦 实在是太喜欢了 刚取了几块,突然发现这个树根的底下有更漂亮的苔藓 而且这个根呢还是红色的 苔藓的上面有好多的浮生植物也非常的好看 不行啊,我还得再取两块 是不是有点贪心啊 我近距离的给你们看看吧 看看有多漂亮 于是我们就慢慢的划了几块漂亮的苔藓带回去 看着苔藓就是一副天然的美景 想着家里还有够一米的缸没有底纱 于是我们就在这里套点河沙 你们看着沙子多棒 玩原生干的伙伴们是不是很眼沉呢 这沙子超级的棒 在水流进墓的地方转上几圈就很干净了 还别说这掏沙的活还真不轻松 一转眼一下午过去了 我们收拾好准备要回家了 走之前呢要把垃圾清理一下 回到家赶紧把野彩的黑壳虾捞出来 你们看还不少吧 准备给它放鱼缸里了 满满生活的一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了伙伴们 拜拜 by bwd6